英國首相辯論剩下最後兩槍 前財政大臣蘇納克對上現任外交大臣特拉斯 他們的第二場辯論會卻發生意外插曲 鏡頭外傳來巨響 特拉斯表情相當驚恐 原來當天辯論會主持人太陽報的編輯科爾 突然暈倒 嚇壞現場所有人 Liz wants to cut the taxes for big business 儘管兩人的辯論一度因為主持人昏倒被打斷 不過這場辯論會的焦點還是鎖定在他們對北京的立場 特拉斯表示如果他成為首相 會打擊社交媒體巨頭TikTok等錄資公司 並向專制政權限制技術出口 蘇納克則承諾關閉英國境內三十間孔子學院 並且擴大軍情五處打擊大陸的間諜活動 但特拉斯立刻反擊說他所領導的外交部對大陸採取最強硬的立場 包括明確表示台灣應該能自主防衛 只是兩人的主張卻讓北京不開心 我想奉勸英國的個別政客 他們動輒拿中國說事 鼓噪中國威脅論 趙立堅強調對候選人辯論內容不感興趣 不過到底會是誰解體強身首相大位 結果將在9月5號揭曉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